水利上款創新共和客戶生理到健在 会计水利政策的三业主管 这支进出补助 并且透过水利秦农 众集方文化国团 订阅单位的努力资产 已经典型豐富的成果 也就有过当 三业客戶已经进出到经济部的补助 来建国水利店家 在云端以及电视上部的通道 好看在民众透过的望楼 都会等来买到水利的各项申品 我加入青龙反向系统 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前辈 他会告诉我其他的知识 然后让我了解 土壤应该怎么去培养 然后我要怎么去做一个友善的环境 让我们可以植物跟环境 做一个共存的方式 他不只介绍了我人员 然后通路 然后就是在种植方面 因为认识了这些人 我可以去请教这些前辈 说我怎么去工作 他可以让我们起到非常好 一个叫做串联 然后共办这种效应 其实对目前台湾的那个环境上 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释放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这目前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协会 是做到已经做到这个样子 国中对来邀请水利乡亲来分享 成功发表的快乐一年 也就外东来参谈 达国已经尽数到经济部的補助 打造了水利上款在云端 以及电视上部的通道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商圈的一个行销 能够让我们水里乡下的一些商店 能够被外界所看得到 那所以这个今年已经 这个辅导到一定的时间 现在已经要做一个成果的一个发表 我们期待今天能够充人气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水里商圈 期待我们明年能够继续 再辅导更多的商圈 让他能够也再加入我们这个行销的系统 水里这边有非常多的零售业者 他们卖的现在不管是爱玉 他不管是卖梅子 这些的部分呢 他要让全台湾的人都知道的话 他们的地方导入了所谓的云端的那种 电商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让他们地方呢 开始接收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来客的会员 然后开始了解这个的一个商品的部分之后呢 了解品牌故事 然后来行销的部分 他们不只可以来这边玩 他们可以在线上就可以来这边做预购 在创新共和的目标下 亚会新闻都很油渴 并透过是郎教育李三家卫来推电路室 还在加上望楼云端的行销通路 大家对着自立三家美好发展都很信心 记得今天差不多 by bwd回忆闻